好真的啊祝大家好运旺旺来 那当然很多人就会有一些偏好 譬如说今年最受欢迎 过年的小物过年的礼物 就是立法院长韩国瑜他的春联 现在这个不只是网路上 这个有人拿到的是高价这个转售 有人还去抢别人贴的 贴好的给他拆掉的 所以呢今年这个很多这个 对于韩国瑜立法院长他的这个春联 真的是情有独钟 那他这个也来发红包了 今天他跟江启成两个人 要一起在台中丰园的慈济公 应该是配合江启成 因为江启成是台中选出来的立委嘛 那但是呢韩国瑜也讲了 他说国不泰民不安的话 就是政治人物的责任 我刚刚就讲啦 这今年真的会国泰民安吗 真的会风调雨顺吗 风调雨顺 这个不是我们能够决定的 但国泰民安如果做不到 那就是政治人物的责任了 对不对 所以呢他会跟江启成 让政治越来越干净 人民越来越幸福 一定会全力以赴 好我们就相信 这个韩院长说的 真的要让人民越来越幸福 我们不要过苦日子 我们要过好日子 对不对 来这个龙初一开好运 平安富贵都来 不对不对不对 我念错了 应该是先上面对不对 龙初一开好运 升龙火虎云新春 平安富贵都来 福运昌龙一整年 这个是昨天这个韩市长PO的是不是 他昨天也祈愿新的一年 这个都是好运来 一定要考 一定要用这种同音字来考考验我 一方面 这个也PO了一个这个发红包的照片 后来也PO了他们家的年夜菜 其实我昨天真有把那个放大 一个一个去看 我觉得他们家的年夜菜非常非常的丰盛 看起来应该是嘉芬姐 就是蛮辛苦的 就是做了这么多的这个好菜 那刚刚提到就是这个今年最抢手 今年过年最抢手最夯韩国瑜的 这个就是韩市长的这个这个春联 你看既然已经有人把他框 就是裱起来框起来了 为什么这是谁呢 这是什么 是孟凯吗 孟凯他说 委员我朋友拿到了韩总的春联 一个贴在门口就被偷走了 还好一个我有裱框起来 还好偷不走 哇塞 现在竟然为了护春联必须要这样 你看贴门口真的会被偷走 所以侯孟凯就说 如何保护好不容易拿到的这个韩院长春联呢 他说明年真的请韩院长 你就多准备一些吧 夸毫无误 不然的话这样一直抢 还有去抢别人贴好的 真的是今年蛮妙的一件事情 那当然刚刚也提到了 韩江沛今天大年初一 好来拜年是在台中风源的慈济宫 两个人一起参拜祈福 然后要发新年开运红包给民众 那当然也说了 这个国不泰民不安就是政治人物的责任了 所以他可以跟江启臣一起努力 让人民越来越幸福 来看看这个热闹的现场 每次到庙里面拜拜 看到后面八个字 特别特别的感慨 今天跟启臣 尤其来第一次院长副院长一起来拜年 而且在大年初一 这八个字叫风调与顺 国泰民安 看到这八个字 我跟江启臣的责任 真的是觉得肩膀上责任越来越大 风调与顺看谁 看老天爷 风不调与不顺 我们一点办法都没有 但是 国泰民安看谁 国泰民不安 是我们政治人物的责任 所以亲爱的我们台中乡亲 风调与顺 国泰民安 代表整个台湾 老天爷负责50% 我们台湾人要负责50% 我跟启臣有这个责任 让台湾这个土地 政治越来越干净 人民越来越幸福 我们两个一定会全力以赴 各行各业大发力士 在农年能够荣耀新春之外 还要荣耀即庆 这也是院长今年的春年 我相信大家看到这四个字 就可以对今年我们的新的一年充满了期待 我们也希望新年新迹象 带给台湾人民更好的一年 我也相信今年一定能比去年更好 好继续我们还是要来看到的是这个大家都很喜欢的妈妈市长卢秀燕他在脸书上面也PO了他的三个感谢 这一次这个所谓那个猪肉瘦肉精的事件呢 也可以看到卢秀燕战力爆表 这个让王毕胜啊 这个羞羞脸都躲起来了 那这个卢秀燕他的三个感谢 包括他说感谢市政府克服了原物料高涨的挑战 市民期待的三个建设都要开花结果了 第二个是要感谢市民热情参与各项的活动 第三个是感谢市府打拼12项经济蝉联第一 因为过年前不是有个调查吗 那个市长满意度调查 卢秀燕就是第一名 我可以接受他第一名 但第二名竟然是陈其迈 高雄人真的是算你们厉害 那而且呢 他说这个他会一直在家陪伴市民的家人 就是他把市民当成家人 而且同时他讲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习财不分党派 什么意思呢 就是在过完年之后 这个台中市政府可能会有一个新的人士 就是你猜的那一个 好另外来看看这也是柯P啦 柯P也是昨天先是写了什么四百字的什么反省文 反省了半天都在反省别人 还不管他了啦 他昨天晚上也po了这个年夜饭 邀网友而且他下面还写说 你家吃什么你可以po上来给我看吗 那就看到他是跟他的妈妈一起拍照 然后呢这是他妹妹柯美兰 是跟爸爸一起拍照 他们家也吃得很豐富耶 什么都有 有鸡然后他怎么把鱼刻成这样 鱼不是不能吃吗 鱼不是要摆到隔天吗 还是那个是大家不同的习俗吗 这个好像是油饭这些东西 好所以呢这个是柯P的年夜饭 邀网友分享 那他会不会想要邀蔡比如来分享 看来是不会了 这个呢因为蔡比如说 大家这样看得到吗 蔡比如说呢 他不会回到柯文哲的身边了 因为我会 登登的很惨 这个登登 大家就过年不要讲不好的话啦 那就是 意思就是说 他难道真的要跟柯P分道扬镳了吗 哎三十年的友情啊 就这样啊 实在是也是让人觉得很感叹 但是呢 台中市长卢秀燕大年初一 他也跟这个江启成 立法院的副院长一起发了 这个开运小红包 也给市民朋友贺新年 那同时对于延览 登登 蔡比如出任市政顾问 卢秀燕证实了 所以我刚刚讲 过完年之后 台中市政府会有一个新的人士 就是蔡比如 因为我邀她过完年上线 要面对面 她跟我说 没有空去台北了 那时候我大概就知道了 那卢秀燕现在证实是 她主动邀请蔡比如来当市政顾问的 因为蔡比如有丰富的经验 希望能够一起为台中市民服务 而提到自己的除夕年夜菜 卢秀燕说 相当的台湾味 除了有鸡有鱼 当然少不了台湾猪肉 真的是要力挺国产猪肉啦 我昨天的年夜菜非常的传统 台湾味 有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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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台湾鸡 还有这个七菜 灯泥菜 还有年糕 谢谢 那市民想问一下 因为蔡比如说 已经有收到这个市谱的派定 说好像年后要上工 所以市长有说你要延览 第五间 是 基本上已经确定 我主动邀请他 那用人为财 那我们希望台中市政府里面不分党派 那各种的人才都有 爱宅习才 所以我主动邀请他 那事实上他很有经验 过去他在台北市政府任内 就是市府的专职顾问 所以他对于这个角色 对于这个职务 非常的熟悉 那也希望 那我们新的生理军加入 对于台中市政府 在建设台中和市民方面 更有帮助 谢谢 好刚才我问大家说 今天在龙山寺 这个蒋安跟赖清德撞场了 你会去排谁的红包呢 我目前看到的都是万安市 市长 果然大家还是跟我一样 也是外貌协会的嘛 没有啦没有啦没有啦 这个大年初一嘛 走春迎接金龙年 政坛人物当然就现身在各大公庙 要赔民众拜年 然后也发一个红包啊 福袋 台北市长蒋安 行程非常的繁忙 之前喊话要大家放他一马 让他可以回家安泰坐 我今天看到他PO了 他跟他三个儿子 还有太太的照片 他三个儿子也是很可爱很帅耶 没有比那个德德差到哪里去 那今天一大早 他还是要上班啦 他是来拜月老 他笑称自己是求生意志够强 不然的话可能会被泰坐怎么样 没关系我相信他的家人 一定也都非常体谅他 另外是民众党的主席柯文哲 小年夜先是发了 我刚刚讲的什么反省文啦 检讨错误的决定 那今天早上的拜年 媒体就追问说 那你那个错误的决定到底是什么呢 来听听看他的答案 金龙报道年初一喜迎新春 前走同马英九走春首站 来到景美吉英庙 发送他辉好的龙年春联还有红包带 民众礼服带排起长长人龙 马英九人气强强滚 我在这里已经住了快超过四十年了 祝大家新年愉快万事如意 另一头民众党主席柯文哲 跟新竹市长高鸿安 到新竹普天公参拜 发送市民发财金 由于柯文哲在小年夜写下签字反省文 说他要反省哪些是错误决定 经过了三天两夜的思考 什么是错误决定 外界看似答案 互之欲出 大年初一 不要讲这个 等于要专访再处理 过新年检讨声浪放一边 但党内立委黄珊珊 黄国昌春节双北行程满党 布局2026双北市长选战一位农后 柯文哲这么回应 现在是2024的年初 你2026的年尾还很久好不好 政治体柯文哲四两拨千斤 而被点名来引2026新公主的台北市长蒋万安 则是行程太过繁忙 出现夜还喊话要大家放他一马 否则要被太太放声 经过一个晚上的团圆时刻 蒋万安一早来拜月老 我就是一直拜月老 所以老天爷给我一个 全世界最好最美的太太 我求生一直很强吧 新北市长侯友宜 经过总统大选洗礼 大年初一到新北宫庙参访 所到之处无不排气 常常人潮 欧友宜回归新北市府专心拼市政 当选总统的赖清德也回到万宁老家 前往招林公参拜发福袋 不少民众一早排队等候 大年初一正台人物走春拜年拜庙 祈福迎接新起向 记者杨洁 王志恒 SNG小组台北采访报道